古时候打仗 君王最怕的其实不是战场上的输赢 而是几方军心大乱 出现叛逃 谋逆等更加棘手的问题 对此 朱元璋利用他们的女人 很好地杜绝了这一情况 那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很简单 朱元璋非常清楚 工人必先攻心的道理 因此他并未从士兵本身着手 而是对他们的女人 妻妾使用了非常手段 明朝是由本编年提史书 叫做《国初世纪》 记录了一系列大明开国之初的历史事件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平事迹 更是描写的事无巨细 其中就提到了明出军营里 这么一件事 出征镇王及病故军妻 据令与寡妇营居住 不许出营 令人寻措及把门 在外男子无故入营问罪 什么意思呢 很好理解 但凡是在出征中镇王 病逝的士兵 他们的妻妾将被安置在军中 一个特殊的营帐寡妇营 营帐周围安排了士兵严密战岗巡逻 外人无法进入 为者问罪 这段记录就引发了历史界一个联想 既然阵王士兵的女眷 会被立刻安置在军中寡妇营 也就意味着在明初时 但凡军队出征 士兵的老婆妻妾肯定也要随对远行 这才有了丈夫牺牲 妻子随对安置的情况 后来更多的正式记载和也史编撰 也从侧面为这个想法提供了佐证 朱元璋确实曾规定 军队出征作战时 士兵女眷要随军同行 并有专人严密看管 然而这个做法 其实非常违背古代行军作战的原则 历朝历代没有哪个皇帝会命军队 带着女眷出征 都是男子上战场 女子持家等待丈夫归来 或者马哥果实而归 朱元璋下令 军队出征士兵妻妾也一路同行 并被严加看管 丈夫阵王就被冲入寡妇营 这个做法究竟为何 与防止士兵叛逃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 就是为了约束军中士兵 防止他们出逃 或做出反叛谋逆的行为 其实相似的政治手段历史上比比皆是 朱元璋并不是开山鼻祖 打个比方 三国时期蜀国有一军师名为徐树 他出生寒门 避难于荆州 与诸葛亮交好 投奔了刘备阵营 与此同时 曹操也十分看重徐树的才能 于是将他的母亲掳获囚禁 逼得徐树最后不得不辞别刘备前往曹营 虽有记载说 徐树到曹营后一言不发 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汗 而他离去前 也向刘备推荐了千载难弓的奇才诸葛亮 彻底转变了蜀国局势 但不得不说 徐树的离去确实也使刘备挥下损失了一位卓绝的智囊 而曹操的手段之友 笑血而易见 以邪天子而令诸侯 以邪家人女眷而逼迫敌方叛逃 这些纵横之术 被曹操拿捏的炉火纯青 也被后世诸多帝王纷纷效仿 而朱元璋将这些先例看在眼里 甚至学会了举一反三 曹操以挟持女眷的方式逼人叛逃 那我也可以掌握住将士们的女眷 逼迫他们不敢叛逃啊 于是他便想出了这一招 将士兵们的妻子都制约在军中 你不好好打仗 那不好意思 你老婆可能就不是你老婆了 那这法子究竟有没有效呢 可说效果显著 一些人觉得奇怪 古代女子地位非常低威 失去一个老婆 以后再娶就是了 为什么这些士兵因此就不敢叛逃了呢 这是因为古时的婚姻与现在性质不同 在古代 男子娶一个妻子 得花很多钱 相当于用一笔巨额财力买个老婆 这笔钱也被俗称为老婆本 对平民而言 一个男性从出生开始 他的父母就得为他存老婆本 一直存到其成年娶妻 所以妻子对平民男性来说非常重要 失去了一个便很难有钱再娶 而当兵服役的人一般都是平民 古人讲究传宗接代 又娶不了妻 把一辈子光棍 无儿无女 归天时到因曹地府都愧对伏宗的说法 因此朱元璋禁锢士兵女眷 运输士兵叛逃的方式才如此奏效 朱元璋效仿曹操 写女眷以令士兵 结果几乎无人敢叛逃 可这样的手段毕竟太过卑劣 身为帝王的朱元璋 为何要如此残忍呢 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朱元璋的治国手段一贯残忍 特别是对他手下的这些朝廷官员和将士 更是冷血至极 稍不注意犯一点错就严重不待 甚至各种酷刑伺候 为什么这样呢 根本原因还是老朱的多一再作祟 首先 朱元璋出生贫寒 从一个乞丐摸爬滚打到一国之军的位置 导致他很小的时候 就看见了元末时期的事态炎凉 也恨透了朝廷官员和士兵欺压百姓 结党营私的各种卑劣行为 因此即便坐上皇位 老朱仍然对朝廷的官员集军中体系深恶痛急 自然就世事猜忌屡多疑了 其次 在大明建国之前 朱元璋自个儿就是起义军领袖 做的就是造反谋逆之事 因此他深知反叛之人的心理 因为自己做过病大过全胜 也同时埋下了一颗生怕他人效法 最终威胁到自个儿皇权的多一种子 结合这些心理历程 他手段如此残忍也就很好理解了 另一方面 朱元璋写女卷以令士兵的做法 从表面来看也能自圆其说 以他的说法 将士兵的妻女安置在军中 一是能排解将士们的私家之情 二也能在士兵牺牲后 及时妥善地照顾这些寡妇家眷 从这个角度来看并无不妥 只不过其真正目的是人皆知罢了 作为异国之君 朱元璋为治国之人无所不用其极 以人性的角度来说 确实手段卑劣 残忍至极 可以君王的角度来看 这些手段也真的很奏效 在封建时代为家国安定 政权稳固 牺牲掉这些卑微的女子 无可厚非 好在于刘伯温的劝谏下 老朱最终还是下令让寡妇迎礼 这些女子都返乡还了家 也算恶使而善终了